癌症治療方式有新突破 利用寒蓬藥物和中子素照射 就能达到癌症标靶治療与放射治療的双重功能 20日 清华大学跨国研究团队 发表了这个医学界的重大突破 也带领来宾参观产出中子的清华水直式反应器 平躺在病床上接受寒蓬药物注射后 利用寒蓬药物选择性聚集癌细胞的特性 再以热中子素照射肿瘤部位 这就是简称BNCT的棚中子捕获癌病治疗 这个药物必须选择性的累积在肿瘤的位置 当它最好的累积时间 我们再来造中子 这时候的话就只有造过去的过程中 不管你造到正常或造到肿瘤位置 只有肿瘤抓中子的那些肿瘤细胞会被杀伤 正常组织不会杀伤 它有一些特殊的优势性 包括它的生物效应 粒子的生物效应 对肿瘤的破坏效果比较好 但是对周边正常组织的伤害性 保护性比较高 所以这个是一个优质的放射性治疗的方法 也是一个标靶的放射性治疗方式 不伤及无辜细胞 除了寒蓬药物研发成功 清大原科中心的反应器是大工程 2000年清大原科中心 启动BNCT中子素建造工程 建立清滑水池式反应器 产生的热中子 引到照射式中子素出口 照射肿瘤 那我们这个核子反应器 其实就是产生中子 那产生中子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中子适当地导引到 可以入射到病人的那一个 那个射速的地方 在那个出口的墙壁的内侧 大概两米的地方 两公尺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原子炉的炉心 其实是蛮近的 那它出来的中子素 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调整 专门适合这个 那个病人的头颈癌的深度 还有它的大小 传统癌症治疗除了消灭肿瘤细胞 也容易破坏正常组织细胞 庆华大学台北荣总 与日本京都大学 组成跨海研究团队 进行棚中子捕获治疗 一对17位复发性头颈癌患者 进行临床试验 经过两次中子照射 每次照射30分钟 有6位肿瘤全消 其他患者也有明显改善 而且副作用小 这项技术 未来将扩大应用在脑瘤和肝癌的治疗 带领癌病治疗 迈向新的里程碑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东西